大家好,我是托马斯 前几天我们欣赏了城市里的花海 接下来,该去柯桥的美丽乡村转一转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全球生态五百家小镇夏绿镇 在我的家乡荷兰也有非常美丽的乡村风光 而夏绿是另一种美 夏绿的美是动静结合的 这里是萧绍古道 早在1700年之前就已经非常有名 是古时连接萧绍的妖道 这里的一草一木曾见证了岁月的变迁 你能在这里实现一人一见一马走天涯的武侠梦 体验速度与激情 这些年来,政府对古道进行了修复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前来夏绿踏村 你们看,古道两边都是一只只平白的竹子 夏绿共有这样的竹林两万多亩 由于气候的原因 荷兰没有延伸的竹林 这样的珠海让我很震撼 竹子不仅好看 还能长出好吃的竹笋 是人们在春天最喜欢的一道美食 这里的人们很厉害 一颗笋能做出一桌菜 今天在出名的带领下 我亲自来体验一下挖笋 为冒头及钢冒头的纯笋 最鲜嫩 大家要找到它们 是一个挤树火 迷途出现了松软微微隆迹的时候 地下很有可能是行笋 这个过程有点像买彩票 有的时候会落空 但当你挖到大竹笋的时候 绝对会成就感 满满 对聪明来说 一场竹笋的丰收 象征着一笔不费收入 你想品尝 雨后春笋的鲜味吗 下旅春春节 马上就要开幕了 想体验挖笋 长笋的你 一定要来看一看